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8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是摩台指的结算日 但台北股市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大幅度的向上做拉抬 反而是在早盘以一个小低盘来做开出之后 接下来的一个行情大多都维持在盘下 去做一个狭幅度的横盘震荡整理 中场台北股市是下跌了30点 来到了11617点 好那虽然说以最终下跌的点数30点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幅度 但是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而言 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感觉到一点失望 那之所以这样子讲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它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的一个走势 因此你对运到今天的一个台股来看的话 就算不是突破了11668的前波高点 理论上来讲 今天的一个行情也不应该呈现了一个反向的下跌 但之所以台股出现了比较不如预期的走势 它倒不是因为台北股市自己本身的一个条件 或者是自己本身的因素很弱势 而是在于说今天开盘之前刚好遇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国际政治事件 这个事件就来自于说美国总统川普 他正式签署了一些之前参议院通过的 有关于保护香港的一些法案 那当然可想而知了 这个法案一旦签署通过的时候 它一定会引起中国的抗议 那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国际股市的上涨 它最主要就是建构在美中贸易谈判 往一个好的方向来做发展 所以当这个前提有疑虑的状况之下 市场往下去做反应 我觉得这个也属于一个合理的一个情形 因此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想我们就先针对这件事情 它到底对于接下来礼拜五的台北股市 乃至于到下个礼拜 你到底要观察哪一些多空的重点 我想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那首先针对明天行情的部分 我们先给大家下一个结论 原则上你不需要太过担心 明天的台北股市出现大跌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说 当然这一波美中贸易谈判 棍子跟胡萝卜交替使用这样子一个戏码 我相信大家其实已经看了非常多次了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美股对于这件事情 我认为反应应该不会太过剧烈 那第二个重点则是来自于说 因为今天晚上美国是感恩节休市一天 那等于是说你要反应这件事情 第一个它原本反应这件事情的效果 就不会太过强烈 然后加上说你要拖到明天的行情 才来做反应的时候 我认为整体来看 至少在这个礼拜当中 国际股市要因为这个政治事件出现大幅度的修正 我认为那个机会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小 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嘛 明天即便不是呈现了一个上涨的 它也应该不会呈现太大幅度的向下做修正 简单来讲 目前就会维持一个高档的横盘震荡整理 但是到了下个礼拜 它对于行情来讲 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是来自于几个重点 当然第一个 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情 就是外资在整体期货市场 它是呈现大幅度的减码 它把过去这两天加码的多单全数做出掉 当然如果说你以时间点来看 过去这两天加码的多单 其实它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摩台值的结算 那原本今天摩台值的结算 如果你从美股的角度来看 感觉往上拉高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跟夏老师一样 就是呆过法人的话 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操作逻辑 就是说基本上 即便这个事情 它对于指数 或者是对于股价的影响不大 但是当出乎 有出现那种出乎你原本预期的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该做的标准动作是什么 第一个该做标准动作是减码 那你昨天 你今天减了5000多口 你会不会明天马上买5000多口回来 不会 所以你在整个态度上面 它就会转去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技术面来跟大家先做评估 到底到了下个礼拜 什么时候会去做一个多空摊排 如果说你从KD指标的计算来看的话 现阶段9KD在这个地方 所以到了下个礼拜 这个明天是礼拜五 这个地方 然后礼拜一 到了下礼拜二 它会来到整个 9天的低点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9天的低点 所以只要那个位置没有做改变的话 接下来的一个KD指标 它就不会是一个助涨助跌 什么叫助涨助跌 就是你 你只要稍稍比较强势 即便你不是大涨 我都能够把你顺势推上去 这个叫做助涨助跌 那它就会转变成为是一个跟涨跟跌 什么意思 就是我往上 它就跟着往上 我往下 它就跟着往下 这个叫做跟涨跟跌 所以你到了下个礼拜二之后 它会转为这样的一个形态的时候 当时你的指数怎么样去做表态 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部分 则是来自于月均扣底 明天礼拜五是这里 然后1234 也就是到下个礼拜四的时候 它会到11668的高点 接下来会扣这一段 那扣这一段的意思在于说 假设这五天的行情 它还是维持在这个位置 这个告诉你说 月均线的部分 它会开始出现走平 那均线出现走平呢 简单来讲 就是它所提供的防守力道 会开始去做一个减弱 所以到了下个礼拜的礼拜二到礼拜四之间 它会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技术面的一个转折 如果那个时间点还没有往上去做表态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就是那个行情可能会进一步往月线以下的一个位置来做修正 但对于夏老师而言 当然如果你会担心的话 你可以选择观望没有问题 但对于夏老师而言 我觉得不需要去预设立场 它一定会怎么样 它只要没有跌破月均线之前 我认为这个行情我们都是偏向多方来看待 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那当然操作的重点就是选择对的股票 去做一些逢低进场的操作 那一些比较弱势的个股 当然就要站在调节这样的一个方向 因此呢 到底哪一些个股应该去做调整 哪一些个股你拉回你要去做买进 在讲这些个股之前 我们还是要麻烦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夏老师台股最前线频道的投资朋友 麻烦在你看的影片下方这个位置 我们按一下订阅 同时多透过分享的功能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 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能够多加来做帮忙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谈到底哪一些个股 是你应该去做调整的 首先我们在今天有看到一档个股 它的跌幅非常非常的大 而这一档个股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有一直跟大家做追踪 我说这一档个股你逢反弹 你要去做调整 这档个股就是4968的利基 我记得我们昨天晚上的节目里面 我还特别跟大家谈到 这一档个股它要召开业绩发表会 所以到了尾盘或者是中晚盘之后 你就要特别留意它的股价 会不会去做表态 为什么会这样的讲 当然我们不敢讲说公司知道他们法说要讲什么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市场会去预期 它的业绩发表会到底讲的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以12点钟之前 这一波向下击杀 它其实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市场预期它的法说会不会太好 但至于说它法说会到底讲的好不好 这个部分我稍待我会跟大家讲 但是你今天股价在跌到175块钱之后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有时候那个好的调节点 或者是好的出场点 它真的是转顺即过 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的话 你可能就会出在一个比较差的价格 那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在上个礼拜五 当时其实就有特别提醒大家 这档个股它有它的风险存在 但当时我们也跟大家讲了 就是谈起来接近投信的一个成本的时候 你要站在调节的那个方向 这个是我们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一直都跟大家强调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这一波的股价最高点 它其实就谈到202块203块 为什么来到这个位置就下来 因为当时投信卖超的成本 它就落在这个价格附近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说你现阶段你手上还持有 立基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特别记得 夏老师稍后跟你讲的一些行情的部分 那首先呢 这档个股我认为接下来是一个黄金30小时 黄金30小时 它当然指的不是一天半 是一天半吗 一天又六个小时的时间 我当然不是指这样子的一个日期 我指的是交易的时间点 如果说以一天四个半小时来做计算的话 黄金30小时就是在未来的七个交易日里面 它一定要出现大幅度的强谈 要不然这档个股它就会挂掉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到底法说会讲了些什么东西 首先王世奇是谁 王世奇是立基的总经理 所以这次的业绩发表会 是由他来做主讲 好 那当然过去这一波股价的下跌 有抽码面的因素 抽码面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这是投信的结账 那另外有基本面的因素是什么 就是市场有传出 华为他这个地方 因为他要做自己的RF射频元件 所以呢 他会去做一些转单 把这个射频元件的单 转给他自己旗下的三安光电 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吗 应该很熟悉 所以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当然其实你就看到那个股价 有明显出现一些回答 那王世奇他是谈到说 华为的转单影响不大 投资朋友这句话是有 是有学问的哦 我要告诉各位 所谓的转单影响不大 代表什么意思 转单他有没有去否认说 他掉单这件事情 没有 对不对 那转单影响不大是他讲的嘛 他说大概影响 大概5%到7% 当然有没有影响 这个有没有影响那么大 或者是影响那么小 这个你从事后的营收你可以来做印证 但是至少以目前的角度来看 他是在告诉你有没有掉单 有掉单嘛 所以他告诉你就是说 以目前11月份12月份 哪去到1月份 他要拼交货 他就其实是在淡化 华为转单这件事情 他就是实质上有掉单 那他说他现阶段 不用去考虑那个订单的问题 因为到1月底之前 他们拼的是交货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件事情当然多多少少 对于股价来讲会造成影响 所以对于你来讲 如果说你现阶段手上持有的投资朋友 明天早上 开不开高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马上去做拉高 为什么 因为你针对这件事情 你要用力度来做反应 如果没有 那代表什么 代表 市场在看的是这件事情嘛 他不是在看这件事情嘛 你知道差别吗 如果我今天开高的话 是不是市场反映的是这个 市场相信他的说法影响不大 所以我会先做反弹 对不对 但如果明天连高盘都开不出来 他就告诉你股价要进一步往下去做修正嘛 所以明天早上到底开盘有没有 开高没有关系 但是开低要立刻走高 开高要直接往上拉 这个才会去带动整个股价 他会有一个明显反弹这样的一个走势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我刚刚特别谈到 黄金30小时 大概是7个交易月左右 那之所以会算这个时间的原因是因为 最主要 你看到过去其实有很多个股 他都是月季线死亡交叉之后 那股价其实就挂掉了嘛 那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今天的月线是208.14 然后季线的部分是191.02 我都帮大家算好了 他每天减少的幅度大概是2.5块 其实我说真的 他减少的幅度会越来越快 因为目前月均线在这里嘛 明天在这里嘛 接下来这个礼拜都扣这里嘛 所以他的均线下弯会加速 季线不会动 月线下弯会加速 那我们就算 我们刚刚就算了嘛 如果是每天2块半的话 除非你接下来立刻出现强谈 要不然在7天之内 他一定会造成死亡交叉 等到你造成死亡交叉之后 你再去做反弹 底分熊 美股啊 因为那个时间点稍微比较晚一点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为什么讲说 第一个 如果你现在手上有的 没有你就不用躺昏水了啦 有的 第一个明天要开高 即便没有开高 他也要开低走高 而且要立刻哦 就是开出来之后 没多久就要往上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未来7天 简单讲 如果说你 你以这个交易日来做计算的话 明天一天嘛 下个礼拜五天 到12月9号的时候 他必须至少啦 他至少要回到季线以上的一个位置 要不然这个股票 即便你让他拖住了 他后面其实也是挂掉 好 这个部分我想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 当然你换个角度想 外资 对不起 投信今天卖超了307张 他目前剩下6644 如果说以这样的卖法 大概在两天就卖完了 那后面就没有卖压了嘛 但是再卖两天 如果一天跌15块 两天跌30块 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回答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我们还是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没有乱讲 就是从10月14号到11月28号 卖超的 你看卖超最多的是永恒军总公司 我们看的是投信 201 然后195 205 208 221 220 所以正常来讲 之前我们谈到的是 2001到220 现阶段有一些下修到200块到210块 所以谈起来 即便说他占到际限制上 这个其实元气有伤到 他了不起就是走横盘的整理 所以当你来到法人的成本区 卖超的成本区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要站在调节的方向 你不要说 今天指数创新高 没有赚到钱就算了 结果你手上的个股还领先破底 我觉得这样子操作起来会 会比较可惜一点 然后这个部分 第一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看另外一档股票 我认为这档个股 事实上你应该是要在这个月份 你就知道他今天会跌的 你说老师哪有那么神奇 那个技术面再算也不会算到 月初算到月底 今天会下跌 但是我之前我不是用技术面的角度 跟大家算的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 跟大家做提醒 我是不是谈到说 你以他现金增资的配股日 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知道说 他什么时候配股 但是我想从他公布说 他要355块现金增资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直告诉你说 这两股票不要做 对不对 那当然我知道可能会有人觉得说 老师这里450涨到470 480 有30块钱的价差 我说真实在 你没这么厉害 你去冒着做这30块钱价差的风险 你可能会有往下 560块钱的风险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抢这个股票 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两个股的喜爱 但是这个时候在做现金增资 我就不建议大家做 所以之前我有跟大家谈过几个时间点 包括停止过户日 为什么停止过户日之前外资要买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在停止过户日之前 我持有这档个股 我就能够参与现金增资 用355块去认股票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认零股能干嘛 问题是外资 他手上绝对不会只有一张 他跟你不一样 他一定是很多张可以认 他认的那个张数一定是整数的 所以他买这些股票 他们为的就是要参与现金增资 然后当这股价拉上去之后 卖饶股 认星股 这个是标准的操作的一个案例 对不对 然后一路到了 我们后来有跟大家讲 就是11月25号是特定人认股 那个是截止日 在此之前 股价大概就是卡在这个位置当中 不会有什么太大幅度的波动 所以你看25号在这里 然后呢 我是不是讲说29号 因为我新的股票配出来 我说真的吗 你不卖别人会卖 所以在明天这档个股 我认为 你要去特别特别留意 他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卖价出现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 老师搞不好那个利空出镜 就是之前认股票的 然后前面老股都卖光了 然后接下来只要那个新增资的散库 一把股票丢出来就接走 对不对 当然有人这样子想啊 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我说真的也没有问题 你要看他的开盘怎么样去做表现 所以这两个股会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利基 其实非常像 理论上来讲 你在现增新股出来的时候 你的股价应该要往上开 如果没有 那问题就大了 对不对 那就是你往下 就是你原本合理就是往下做修正嘛 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往上开的话 就代表说你就会循着正常的逻辑往下去做修正 会跌到什么样的价格 我说真的 我再说一次 大家说 老师要355也没多少啊 那你为什么不在 450块 455的时候出股票 然后等到跌到355的时候 你把它借回来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 因为你看 像是新巨科 那时候我们谈过嘛 他应该现增新股出来的日子在这里 828 829 我记得日期应该在这个地方 你说后续有没有高点 有高点 但是高点不多 后面跌到什么位置 828现增跌到最低点834 所以他可不可以355现增跌到最低点360 我当然是一个举例啦 但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他的股价可能会到什么样的位置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这样的个股 就是说 现阶段刚好忘记过去啦 我是不建议大家说 在这个闲点当中 再去做这样的股票 有机会的话 我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 但是在我们谈之前 我希望你 你就算三自选也好 就是反正如果我没有讲的话 你不要把这两股票 列在你买进的名单里面 即便他可能短线上面 会有15块20块钱的价差 你都不要因为这个价差 这个会因小失大 就是你去乱抢的话 一不小心套住了 你赔的可能不是15块钱20块钱 这个是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的 因为现阶段其实有很多股票 我是觉得你去做这些股票会比较安全 我讲这种话绝对不是说 空口说白话 或者是事后才来跟大家码后话 你还记不记得在昨天晚上 当然我们昨天晚上节目录得很晚 我知道 但是你如果有看的话 你记不记得我在最后 最后一小段的节目里面 我有跟大家特别谈到一个重点 这个不是法人 没关系啦 我们也可以简单做一下 上柜的部分 我们简单做一下排序 不好意思 这个我还没有把它优化 但是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有特别跟大家谈到 我去买了一档股票 叫做5457的宣得 对不对 同样都是平盖股 他做的平盖股是什么 稍后我们再跟大家讲 他的基本面的消息 但是我昨天在最后一小段的节目里面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去买5457的宣得 所以今天事实上大家 因为盘面当中表现没有很理想嘛 所以宣得身为今天少数涨停板 而且是带量的股票 我知道今天大概会有很多分析师 告诉你说 宣得这档个股 它的优势在哪里 它的好处在哪里 但是我说真的 我想我们在市场当中 不是说要去解释这个股票 为什么涨停板 或者是这个股票为什么跌停板 而是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根涨停板 它会比你知道 为什么涨停板重要吧 对不对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大家都讲 但是能够拿出讯息的人 我说真的不多 这个是我之前发给我会员朋友的讯息 大家也不用怀疑 这个就是一般会员 也没有什么VIP 然后什么特别 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组别 没有 这是你一般你最基础的会员 你就可以买到的股票 71块 5457的宣得 这个是你可以看到的一个讯息 那因为那一天买进的时候 我的讯息发的比较赶 所以我在后来的时候 我有补解释 我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 我宣得买在哪里 其实也不重要了 因为你现阶段 你也买不到71块 我希望能够告诉大家的是在于 我为什么买这样的股票 而这样子的经验 它是可以复制的 我希望你能够把这样的 这样的事情学起来 这个是我在后续 我去补了一通说明 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 因为时间很紧迫 因为那时候股价在拉 所以我就是说 挂下71块建立基本持股 然后很快的 我在大概接下来差几分钟 差5分钟之后 我发了第二通讯息 我要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我为什么买这档股票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跟着我操作 或者是你看 谢老师的节目 不是单纯知道 我报了什么样的名牌 因为有一天 我也可能会退休啊 那你可以再找另外一个 新的老师 看他报什么名牌 但这样不长久嘛 你要把东西学起来 才是你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发这通 这通讯息 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我为什么要买这档股票 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 从其中去学到一些东西 我希望你现在在看我的节目 你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有时候 不要搞得太复杂 不要去想说什么 我要每天跟题材股 我要每天追涨停板 然后冲上去 我就冲掉 然后掉下来 我还要再接回来 这个太高难度了啦 你只要回归到股票 它最初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好的股票 股价最终都会反应 所以你看到这通讯息当中 我们大概只有提两个重点 我们先来看 我说他第三季单季EPS 是1.02元 单季大幅成长264% 然后连续两个月营收 都有超过100%以上的年成长 你说这个数字 是不是绝对数字 不是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公司是具备 有基本面的股票 它真的在做成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我希望大家能够习惯 当然有一些个股 它可能没有法人买 它股价很飙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我要去选择 这种有法人买的股票 因为我希望你能够清楚知道 你要怎么样进出场 即便你可能稍微比它慢一点点 你可能看到 它开始出了 你跟着去做调节 你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这个是让你的进出 是有依据的 而不是说我单纯凭感觉 欢迎想要买就买 想要出就出 人家跟我讲内线 然后我进去买了 然后他跟我讲出 我就出 他不跟我讲 我就报到天荒地老 然后股价也不知道要不要停损 我觉得这样子的操作 对你来讲没有帮助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讲到什么 这个是第一个 是基本面的条件 对不对 第二个部分 我说股价在70块钱附近平台 整理将近半年 好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11月份 当时我买的时候 11月份投信有三天是出现较大途的买超 那个时候我算给我会员朋友成本是69块 这个我教过大家嘛 你要怎么算 如果说你没有相关的一些程式的话 好那你可以用均线 就是他到底这一阵子 这一阵子他是如果是买超的 他花了多久的时间 你可以用那个移动均线 如果过去九天都是买超 偶尔是这九天是买多于卖 那你是不是用九天的均线 你就大概就知道他平均成本 好当然这个是比较简易的算法 那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是 比较精算的成本就是69块 所以当时我挂71块 你觉得合不合理 他能抠嘛 我本来就不可能买得跟法人一样啊 所以你跟成本差不多的时候 你是不是相对来讲你会比较安心 你才会知道说 股价出现震荡的时候 你到底要不要出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当时提供给大家的两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基本面 第二个法人成本 我希望你在做任何股票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这样的条件考量在里面 所以今天这一根涨停板 我说真的 这该我们的啊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啊 你都卡在这里 然后法人都买在这里 那你有什么好怕的 这个是投信嘛 然后今天外资跟着进去买套 他股价就工长停了嘛 所以你说 这时候去讲说他的AirPods 卖的有多好 然后苹果追单怎么样 或者是说他的大股东是利讯 有意义吗 没有 因为你如果这时候你才想说 我要不要买这档股票 你就已经错过一根涨停板了 你跟我的差 你不是跟我的差距哦 因为71块涨到81块9 他也不过就15%嘛 对不对 重点是你跟法人的差距是多少 今天拉上去之后 他在70到74块 我说真的 这个股票你没有第一时间去卡 你很尴尬嘛 因为你不知道说 70到74 他卖75块都赚钱 你知道吗 所以他比你具备有看的空间 你没有啊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一下子就跳进去追 你稍微股价打回来震荡 当然今天也有一些 有一些会员朋友问我说 老师他股票卖掉了 那怎么办 要不要买回来 我也跟他讲说不要 虽然最后股价是工涨停板的 但是我希望你就清楚知道说 我们不要有跟他那么大的差距 因为你不好做判断 所以你要等待震荡回撤 当然你去出面来看 我回到前波77.7 这个地方是最好的买点嘛 那你说会不会来 我不知道啊 他可能连续往上喷啊 所以对于你来讲 最好的操作方式是什么 法人开始布局的时候你就做 对不对 这档个股是这样子啊 我再举一档个股跟大家做 做例子 当然我觉得这档个股 其实不是我今天要诉求的主轴 因为这档我说真的 这个真的是买在VIP 这是买在特别会员上面 但是我刚刚讲了嘛 你一般会员你也买到宣德 这档个股是5607的远雄港 因为我过去我没有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谈过 所以我今天我也没有打算 要花时间跟你讲说 他到底是为什么样的过程而涨 但是当时我们买在21块半 原因是什么 你先来看一下 这档个股今天的股价是多少 今天股价收盘是在29块 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21块半到29块 你可以自己去算 那到底涨的幅度是多少 但这个不是我要跟大家讨论的重点 而是在于说 当时我们即便 我们call的股票可能会 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第一个 它要有基本面的条件存在 你可以看到这档个股 在整个第三季的那个获益 它是大幅度跳增啊 它第三季赚2块2 所以你说这个股价 20几块的股票 为什么它能够涨到29块 不就是因为 它的基本面表现很好吗 然后再加上说 它股价在长期低点 那时候虽然说法人的买超 没有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宣德来这么样的机器 它是后来才补上来的 但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 外资它已经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它有先做进场 我有算过成本 所以那时候21块半 离那个成本没有太远的时候 我才带我的 特别会员进去买吧 对不对 那结果是什么 我觉得不用讨论啦 但重点是 你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操作逻辑 在做股票 今天做对做错是一回事 你知不知道你手上个股 为什么要买 为什么要出 你把这个东西学起来 这个东西才是你的 但是在此之前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当然你如果要学东西 你必须要有 要有时候把手教你嘛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地方 我是说 你一定要跟着我做或怎么样 是你在跟着我的讯息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知道说 我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实际上我今天 我有带我的会员朋友 进场去布局一档新的股票 很简单嘛 我手上有股票有掌情板的时候 你当然应该要买新的股票啊 这个叫乘胜追击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要告诉各位的重点是在于说 这两个股我们今天刚进场 收盘价跟我们的进场价 其实也差不多 所以我希望就是 这个时候 我认为明天应该还有机会 你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所以我刚刚讲的嘛 重点是你从我带你做的股票的逻辑当中 我希望你能够知道说 到底为什么要买这档股票 为什么要出这档股票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到11月底之前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现阶段我们推出1990到导的方案 那至于说这个方案是什么 我想细节跟内容我不多谈 这个让服务人员去跟你谈 但如果说你有兴趣 跟着夏老师一方面 可以赚到钱 或者是然后另外一方面 又可以学到东西的时候 如果说你有兴趣参加 这样子的一个方案的话 你可以透过加入夏老师 台股最前线Lite的好友家族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询问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的Lite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的Lite 好友家族里面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 或者是不会加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想要加入我们199吃到宝方案的投资朋友 记得 11月 11月30号是礼拜天 那我们就到 对吧 是吧 我看一下 礼拜六 那因为刚好是假日 我们就到礼拜一的中午12点 我会跟我的 跟我的业务主管讲 那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透过我们刚刚所讲的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11月28号的台股最前线 い lips 亲 favors 然后我们影片 也 Kollegin 末立下来 做项目 我们来点打 务 Sound